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会夹水线全部往上抽去 水泵对于全部水线走向 那就会把水线全部往上推挤 所以你是要将要抽的水线低于水泵 然后将加压的目标位置高于水泵 这样就可以利用水泵来做抽取和推挤的作用 转水线 如果想做水管的面线 因为不像电线有接线处 我们只能利用水泵来做转接 你可以利用将抽水做高 把一个不接电的水泵在最下方 再利用水泵 将没接电的水泵往上抽取 最后再做水线的分支 或者可以将摆放的抽水桶摆在高处 利用水往低处流的特性 再将没电的水泵做水线的分支 这样就可以达到整理水线的效果 以上就是这次新手的水线介绍 我是暗示中天堂 我们下部影片见 Adios